有民众空拍捕捉到 台铁人员搭着工程车 在嘉义道台南路段 补修掏空的路基铁桥 由于轨道受损状况太过严重 在路线抢通前 多个站点都只好改用公路接驳 那么阿里山领铁的工程人员 也紧急展开修缮作业 但是嘉义道阿里山段 恐怕要停驶到8月底 站上工程车合力抢修线路 开明台风让巴掌溪洪水漫液 导致台铁嘉义道台南路段 铁桥路基掏空 轨道不仅变形还悬在半空中 台铁人员梅德贤 要一步步进行重建 希望8月1号手搬车开行前 能顺利抢通 因轨道严重受损造成双向停驶 在路线抢通前 只好改用公路接驳阴影 结驳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只往北 就是南京 水上 嘉义 这三个站来着 而如果乘客因公路接驳 赶不及搭上接下来的班次 可持原票搭乘后续列车 不需重新补票 工程人员小心跨越大小路时 展开修缮作业 阿里山林铁睽違15年 本月6号才恢复全线通车 没想到凯米台风扑来 使边坡土石摊方 树木竹林倒塌 导致阿里山林铁本县 嘉义到阿里山段 恐怕要停驶到8月底 因为大部分灾损地点 无道路可拔 需逐断推进施工 且有间歇性大雨 影响修复进度 林铁吉文资处提醒 已订票的旅客 自乘车日期一年内 可办理选额退票 就判灾损顺利复原 就这么的 第一方的